秋天的山药最养人 十种山药神仙吃法 最后一道绝了第一道 以后山药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营养又美味 在挑食的孩子都会抢着吃两口 首先山药去皮用波纹刀斜刀切成波纹片 然后再竖着改刀切成狼牙条 水开放入山药 加少许白醋 这样煮出来的山药不会发黑 而且更脆 煮熟捞出来备用 西兰花切末 油热倒入山药 西兰花末 调味加盐鸡精 翻炒均匀 有的人喜欢安静地看视频 但是他会给我点赞 这样的人最可爱了 然后再淋入少许水淀粉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五六下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炒山药这样做 特别的有食欲 你也快去试试吧 第二道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 把山药放进油锅里炸一炸 出锅的瞬间就是一道经典冰菜 首先把去皮山药切成均匀的长段 水开放白醋 这才是山药不发黑的关键 焯烫三分钟捞出过凉 烘单水分后放两大勺淀粉 抓匀时每一块山药都裹上一层淀粉 六成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头都大了好几圈 你就留个关注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碗中放番茄酱 半勺白糖 一勺陈醋 半碗黄河水 搅匀糖醋汁就调好了 锅留底油 倒入调好的糖醋汁 开小火慢熬 熬至粘稠起大泡泡 放入炸好的山药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撒上黑黑的白芝麻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山药酸酸甜甜 真的太好吃了 第三道 这个老婆孩子特别喜欢的 雪山之链无论颜值 口感非常受欢迎 营养美味 孩子老婆都赞超好吃的 准备一些秘菊 给它剥去外衣备用 铁棍山药去皮鞋小段 这样更容易蒸 切好的铁棍山药上锅 盖上盖子蒸15分钟 蒸熟后的山药加少许的蜂蜜和白糖 不喜欢的吃甜的可以不佳 用勺子压得越细腻越好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佳 取一小块 团圆成饼状 像包面包一样 把蜜菊包裹好 整理好形状以后 放入椰蓉里面 给它打几个滚 也可以用草莓 和蜜猴桃之内的做 切开的瞬间 一定惊艳到你 甜甜糯糯的山药 裹着一口爆浆的果汁 一口要下 一定会让你回味无穷 连不吃山药的人 都会抢着吃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麻烦大家发财的 手评论转发 顺便给个红心 感谢大家 第四道 以后山药不要 总是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成 星级酒店热门甜品桂花山药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洞里挖的山药切成小段 上锅蒸十分钟 蒸熟的山药压成泥 熬个美美的造型 加点枸杞点缀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按照 比例调制好的桂花酱 可以用它做各种小甜品 凉菜 淋在山药上即可开吃 桂花香味浓郁 山药软糯香甜 快给家人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平时不要总是大鱼大肉的 试试这个木耳炒山药 清淡好吃又有营养 准备长山药去皮 先斜刀切成段 再改刀切成棱形片 空碗中放盐 白糖 少许淀粉 加入半碗清水搅匀 调成料汁 锅中烧水 加入半勺白醋和一点食用油 水开下入山药和木耳青红椒 焯一下水捞出 另起锅炒香蒜片 下入焯好水的食材 开大火翻炒几下 再淋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简单好吃又营养 第六道 真没想到山药饼可以这么好吃 山药红薯上锅蒸熟 山药碾成泥 加白糖 两勺糯米粉 揉成团就一块压成饼 红薯就加芝士碎 团成球 包入红薯馅鸭扁 蘸些芝麻 小火煎至三面微焦 咬一口会爆浆的山药红薯饼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七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孩子多喝这个汤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养 首先把去皮的钢铁山药 用刀给它拍碎 再剁成小丁 放一大勺面粉 搅拌成这种颗粒状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液 快速地滑鼠炒散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放葱姜末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 鼓励一下我吧 非常的感谢 炒出汤之后 倒入一碗清水 水开倒入山药丁 煮个三分钟 倒入鸡蛋碎和一把小青菜 调味加盐鸡精 少许生抽 香油 搅拌均匀即可 汤鲜味美 简单又好喝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注意看 这是我家五个孩子 一周要吃好几回的咸蛋黄菊山药 外酥里糯 咸香味美 看一眼就能学会 花八毛钱买了一斤山药 去皮后再改刀切成片 水开放一勺盐 少许白醋 防止山药氧化变黑 超烫38秒捞出 放入两个蛋黄抓拌均匀 再放适量淀粉 让每一块山药都均匀裹上淀粉 六成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山药炸至金黄酥脆后捞出 锅流底油打入两勺这个海鸭咸蛋黄酱 吃过很多家 还是这家的更好吃 价格也划算 开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炸好的山药快速翻炒均匀 撒上葱花即可出锅 软糯香甜 好吃到舔手指 学会了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九道 很多人把这种山药买回来 不是上锅蒸就是直接下锅炒 都吃腻了 今天我这个做法你要是学会了 保证又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 首先把山药黄瓜 胡萝卜都切成漂亮的菱形片 再把猪瘦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加盐胡椒粉少许的老抽 一勺干淀粉 半个鸡蛋清 抓拌均匀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再加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下入肉片 迅速的滑熟滑散盛出备用 再打入几个 我刚刚下的草鸡蛋炒熟 另起锅 倒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再倒入毛豆米 炒至断生 倒入准备好的配菜 翻炒几下 再加盐 鸡精 白糖 翻炒入味 然后再倒入肉片和鸡蛋 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木须炒肉 你要是学会了 三碗米饭不够吃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第十道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我儿子十三岁 身高就长到一米七 那是因为 我每周都会做两次这个山药肉丸汤给他喝 建议收藏哦 首先用山药把刀剁碎 放入剁好的肉馅中 加葱花 盐胡椒粉 少许鸡精 一个顺产的母鸡蛋 再来一勺淀粉 爱干净的小伙伴 可以戴个手套 抓匀搅拌上镜 不知不觉 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了 你一直还没有给过我小红星呢 家里三个妹妹都要上大学 实在是压力山大 今天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这时 我们再泡发一点裙带菜 用冷水泡就可以了 锅中将蒜炒香 下入裙带菜 翻炒出它的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煮开后 用多余的手挤入肉丸子 煮至飘起后 加盐和枸杞调味 撒上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山药肉丸汤 鲜美又好喝 营养满满 你也赶紧给孩子做起来吧